酒超馬 家人 以及現場的嘉賓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來自那個新莊 話說四年前吧 一位女兒的臨命很嚴重的走的樣 當時我每次真的都不知道 只能跟她 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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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做一些故事 當時只能這樣 然後一直跟她的臨道歉 她慢慢就是有好轉 慢慢的有好轉 但是最近在走這個超級密碼 認識超級密碼 就速度就很快 速度就很快 我首先也感謝那個 我們的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 還有我們那個新莊如洲的樹立 她去年九月認識到超馬 她就很迫不及待的跟我分享 因為我跟她認識一年多 她知道我很需要 因為她知道我女的問題 然後到十月份的時候 我認識到超馬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本書 她就帶我進去我們的新莊學會 讀書會那個翠真姐的家裡 那時候讀書會是在翠真姐的家裡 那時候讀書會是在翠真姐的家裡 翠真姐的家裡 然後那個書我有在看 超級上面密碼 然後我先生也在看 到了十一月十一 然後到十二月十一 清晨的五點多的早上 我們兩個都是在做工地如一社 就在那個我們新莊的 中央核主辦公大樓那邊 那清晨就很奇怪 就有一台貨車擋在內線 然後我們騎機車 清晨五點多是很昏暗的 然後我們就綠燈就直至起 不知道他那個狗過來 然後我們就摔車了很嚴重 然後我就昏迷不醒 送到醫院就是熱不斷的起根 就是很痛 真的是苦不堪言 然後到了醫院 我先生也嚇一跳 然後他就有自己也很懺悔 然後到那個醫院 我住兩人房 剛好那個窗戶有那個有太陽 然後我先生 不知道哪時候看的鈔馬 他就牽著我的手 就念了 心中就默念那個什麼 對還有那個什麼 金光燈天火 他就讓我說不要那麼痛苦 因為我呼吸多會痛 然後我就在觀想 用心觀想 因為我不能講話 就用心觀想那個太陽聖德導師的名字 然後默念他在太陽當中 請他救救我 因為真的痛到說生不如死 我就跟他求救 然後就很奇妙 就手機就出現那個FV 因為我也不會加入FV FV裡面就出現一句就是說 吳雪你好 請加入導師的FV 然後就很感動 因為我沒有看過 我怎麼加入FV 然後我兒子也有看了喔 但是我過幾天要請我大女兒看 就不見那一句話就不見了 但是這句話我是都沒有講 直到介紹我這個人 他去年底他跟他先生有家庭的問題 他也很難過 然後他在跟一個我們超華的家人聊 他就手機也是出現那個新華 老師叫他做新華 然後他講給我聽的時候我說 真的你有這樣子喔 欸我也有耶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浮現那個 欸導師你好 就是 就說吳雪你好請加入導師的FV 我就覺得很奇怪 欸你現在講我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真的 從那時候起我就真的有 看不出來我斷了七根肋骨 真的是很痛 然後就恢復得很好 欸以前我從99年的2月做工地福利社 我們都是從來沒有休息 只有過年才有休息 然後現在啊 因為這個受傷了 我從11月11號休息到現在 才有時間都看這個超馬跟聽老師的音檔 然後就是也跟女兒這樣子分享 讓他聽他也改善了很多 之前的話他是出去的話五六天喔 只有在心中就要繞五六天 我們都跟著他走走走走 他好像有肉體就是沒有人的領 對但是他真的恢復得很好了 欸四年前有一個老師講說 我會帶著他幫助很多人 我想可能就是這個超馬 沒有別條路 比這個更簡單容易做 你只要去花書 實修實練 你真的就會得到很多的那個感受 因為我最近這幾個月來也是都有感受到 因為我媽媽也是那個手斷掉 之前的斷掉喔 他是斷的時候 他手抬不起來不能彎 但這次跌倒了 那個老醫師主任又不跟他開刀 然後就說他沒空 那我想說心裡想啦 他是十二月的時候 我就說那就天地安排吧 然後那個醫師就來就說他盡量 我就好那你這句話就夠了 我就很感謝他 結果開刀三天 禮拜五開刀禮拜天就要叫他出院了 因為他開得很好 因為他好的的時候 那個開好的那個手可以彎可以動 所以我跟我媽媽遇到 我們都是大話想 然後經過這樣子的事情 我先生他也更懂得珍惜我們兩個的感情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騎機車就不會那麼衝 然後就是會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也是很感恩我的先生 因為他有真的這次他有嚇到 他有嚇到 因為真的你的可能是我命不該那個 所以我們要更這個來做這個 真的真的是很好 我也不會講 因為我自己都有感受到 很快的速度都有感受到 因為我媽媽在受傷的期間住在我家一個多月 有一次我在觀想 禮拜六的下午一兩點在觀想 觀想到我流眼淚 觀想到我流眼淚 當天我媽媽就夢見我爸爸 開了一部車子進來房間 然後以前我們瑞芳梁家那個是聽茶用木材 木材的 然後我爸爸就載了一堆亂七八糟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怎麼把車子開進來 然後那木材就亂七八糟 然後我爸爸就說怎麼睡的房間那麼小 因為她跟我女兒睡兩邊都是單人床 然後我媽媽這樣子講 然後我爸爸就開腫了 然後我媽媽就這樣子就醒來 因為她尿急就醒來 她都沒有跟我講 她是到禮拜一才跟我講說 欸我前天哪時候夢到禮爸爸 我說過世了 過世了二十幾年了 但是她之前是中風 中風十幾年才往生的 但是她夢到是我爸爸都已經好了 因為我們的肉體會那個 但是我們的靈是不滅的 然後就這樣子我說 我這樣子我觀想 我白天中午觀想 你晚上就好了 你晚上就夢到了 她 因為我大哥往生一年多 她是死到來很痛苦往生 然後我媽媽一直心裡很糾結 就是想說要調她出來講什麼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就是甘夢 對 就是要去那樣 然後我說不要 你看我這樣子觀想 然後用太陽光的能量 把我的爸爸這樣子照給她 這樣子讓她這樣子 就你看我沒有看不出來 她是以前有做夢死掉 然後我說你看你就是觀想 然後一念感恩事情去給我哥 她就會感受得到 然後晚上就來夢 你就不要去什麼卡蒙那個 那個也是要花很多錢 不如把那個錢我們來運這個書 療癒一本五塊來幫助 那我媽就有聽到了 對她就有這樣子慢慢在用 我真的是很感恩 介紹我的那個盧州的書譽 對 還有我是 我很敢問我們那個 巡裝圖書會的翠真 對她真的無私的奉獻這樣子 我感恩她 對感謝大家今天聽我的分享 謝謝 感谢观看